美术课上,鸡仔正认真地用纸和折纸工具制作一条鲨鱼。 姐姐,你看,我的鲨鱼完成了。 哇,鸡仔,这鲨鱼是不是参加了鲨鱼界大卫王比赛啊? 为什么这么说? 你看,它的肚子里头大了好多倍,看起来就像是刚吃了一顿炸鸡呢。 哼,我鸡仔折出来的鲨鱼,当然和我一样能吃了。 那你看看我手上这个折纸像不像鱼呀? 啊,你手上哪有鱼呀? 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我手里的鱼哦。 翠翠,你知道我没看过皇帝的新装吗?你手上根本就没有折纸。 哈哈,不逗你了,我这是模拟自己折了一条柳叶蛮呢。 哦,懂了,这叫垂垂的柳叶蛮。 它可和皇帝的新装不一样呢,柳叶蛮它本身就是透明的。 什么,还真有透明的鱼呀,那不就是一条隐形鱼吗? 是啊,柳叶蛮其实是蛮鱼类发育的一个特殊阶段,这时候它的身体会变得扁平透明,薄如柳叶。 像柳叶一样,为什么鱼要长得像柳叶呢? 这样特殊的形态,让柳叶蛮能随海里的洋流一起旅行,漂洋过海去探险呢。 听起来好特殊啊,那它这么透明,是因为在水里有变身魔法吗? 哈哈,这可不是魔法,柳叶蛮的身体不是由普通的鱼肉构成的,而是由一种叫做黏多糖的物质构成的,这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。 像水晶一样?那它肚子里的器官都能看到咯? 柳叶蛮的身体里没有红雪球,消化道也特别简单,这让它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哦。 哇,那它去玩捉迷藏,肯定谁也找不到它。 是啊,这还能帮助它在沈中躲避那些想吃它的动物呢。 这样真的太好了,我要是有这技能就好了,没有人能发现我,我能偷偷地吃好多好多零食了。 鸡仔啊,这隐形术可帮不了你,毕竟你藏得再好,你老妈还不是能通过零食棚立刻找到你。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哦,哎,我的零食梦又泡汤了。 文星提示,小朋友们,柳叶蛮是蛮鱼等一些鱼类幼体发育过程的一个特定时期,这时它们的身体是由年多糖构成的,扁平透明,薄乳柳叶,这让它们拥有了独特的透明身体, 不仅提高了它们的生存能力,还为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奇妙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合垂水,我们下次再见。 午休之后,教室里一片安静,只有微微的风扇声,鸡仔趴在桌上悠悠地进入梦乡,不一会儿,旁边的垂垂轻轻轻推了推它。 鸡仔,醒醒,口水都快浸湿你的作业本了。 啊,你也想吃冰淇淋了,不给,我自己都不够吃呢。 梦里的冰淇淋味道一定不错吧,不然怎么能让你连纸巾都顾不上用呢? 解释,太美味了,这才导致了我流口水。 睡觉流口水和不光是因为梦到美食,可能是你睡姿不对,或者别的什么原因。 竟然和睡姿有关系。 没错,像你刚刚那样趴着手臂睡觉,会让拖夜线工作得很卖力,让口水流得更多。 难怪我以前没梦到美食也会流口水,我还以为是自己吃过之后就忘了呢, 每次都回味了很久。 哈哈,以为自己吃亏了,少吃了东西对吧? 就是说咯,那我下次可得注意姿势了,不然我的作业本都要变成口水地图了。 嗯,另外,你的牙齿是不是有些小问题,比如有点歪斜什么的,或者你平时是不是喜欢咬指甲呀,这些也可能让口水偷偷跑出来哦。 不会吧,原来咬指甲还有这种影响,看来我得改掉这个坏习惯了。 对呀,除此之外,太累的时候也会让身体的口水工厂加班哦,还有感冒鼻色什么的,也会让你用嘴呼吸,结果口水就容易流出来。 原来是这样,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堆作业,可累了呢,那我以后还是让妈妈给我少布置一点任务吧。 记载,这可不是你偷懒的理由哦,合理安排时间才是王道。 好吧好吧,我以后一定抓紧时间,不然我的作业本都要变成口水地图了。 对了,记得调整个舒服的睡姿,保护好牙齿,才能让你做个美美的梦,别再让作业本承受口水语了。 吹吹,要是梦里有好吃的,我得带你一起去,咱俩搭道,谁流口水多谁买单。 那你岂不是要天天买单,小心到时候把自己吃破产咯。 文心提示,睡觉时流口水是一种常见现象,可能是由于睡姿不当,身体疲劳等原因引起。 小朋友们平时要注意调整好睡姿,劳逸结合,如果发现流口水的情况频繁,其严重,一定要及时告知家长,寻求医生的帮助哦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合垂垂,我们下次再见。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鸡仔蛋蛋和垂垂在学校操场上结束了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,累得瘫坐在草地上。 正当他们喘着粗气仰头看天时,突然天空中飞过一群乌鸦。 蛋蛋,你说这些乌鸦怎么都长得一模一样,全是黑乎乎的呢?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,天下的乌鸦可不都是一个样子吗? 听我爸讲,乌就是黑的意思,所以乌鸦本来就是黑色的呀。 哦,原来如此,我还以为会有其他颜色的呢? 当然了,要么怎么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呢? 蛋蛋说的可不完全对哦,天下乌鸦并不是一般黑的。 乌鸦不都是飞乎乎的吗?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飞呢? 不知道了吧?哼,那就让我垂垂小百科为你解答吧。 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一个成语,最早可以追溯到红楼梦,意思是世间的坏人或是不好的东西总有相同之处。 原来这个成语并不是说乌鸦都是黑色的呀。 当然了,比如有一种叫做白颈乌鸦的乌鸦,它们的脖子可是雪白雪白的,就像围了一条漂亮的白围街。 那岂不是像在时装秀上的乌鸦?我可以想象它们在草地上走秀的样子。 没错,还有一些乌鸦,比如棕头乌鸦和灰乌鸦,全身是褐色的呢。 哇,乌鸦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时装,还真是时髦。 不仅如此,你们再仔细看看那些飞色的乌鸦,在阳光下它们的羽毛会有蓝紫色或者蓝绿色的金属光泽。 看起来像是闪闪发光的宝石呢。 那这样说来,乌鸦也可以在阳光下变成一只闪闪发光的鸟儿,真的很酷。 是啊,乌鸦的世界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了。 虽然大多数时候它们看起来是黑色的,但细看的话,真是件充满惊喜的事情。 哇,那我好想亲眼看看这些特别的乌鸦。 要不我们也去学学乌鸦,招到时尚的羽毛,给自己装饰装饰。 是吧,顺便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乌鸦,跟大家科普说天下乌鸦不是一样黑的。 温馨提示,小朋友们,乌鸦的颜色和种类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。 有些乌鸦的羽毛在阳光下会展现出蓝紫色或蓝绿色的光泽。 观察自然界时,要用心去发现各种微妙的变化和多样的生物特征,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身边的生物和自然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合纯睡,我们下次再见。 感谢观看